我和自己說,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宣誓 我能夠當選宣誓的話 我會在宣誓那天穿這條裙子 我選擇的紅色是一個很代表中國的顏色 如果我能夠在香港做到我自己的一份子應該做的事 其實都是我自己愛國或者我可以貢獻國家的一個表現 我們其實作為香港人,其實我們覺得應該是要開心的 因為我們往往在最艱難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有國家在我們的背後 回憶起半個多月前在立法會會議廳宣誓的場景 新就任的香港第七屆立法會議員江宇歡仍心情激動 宣誓當天,身著一系紅裙的她在一眾議員中格外顯眼 在她看來,經中央完善選舉制度後 選出的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將為香港帶來政治新氣象 也有責任為改善香港經濟民生提供有建設性的解決方案 作為一名房產律師,江宇歡十分關注香港的房屋問題 她坦言,自己從小就成長於貪房之中 對基層民眾的辛酸疾苦有切身體會 她認為,要緩解香港的住屋癥結 首先要解決房屋的供應問題 要解決房屋供應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有一套很完整的房屋政策 而且在那個房屋政策裏面 也都必須要分開私人住房政策 和公共房屋住房政策 往往以前在社會裏面 我們就不是這麼大的勢分 往往就我們叫做炒一碟 就是混在一起來說 其實這樣去做 其實對於去整合 或者去想怎樣去分配社會的資源 在房屋方面我覺得是不好的 如果我們當這是一個很迫切的問題 不撥一些額外的資源 或者成立一個我可以叫做 額外的一個機構去處理的話 我相信不要說十年 二十年我們都不會解決得到房屋問題 房屋問題 婦女權益 基層教育 貧富差距 將與歡觀眾的問題大多貼地 與基層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 這與她艱辛坎坷的童年經歷密不可分 我自己是一個孤兒 我的養父母其實在我很小時候 在我小學的階段他們就離異了 我媽媽是一個不是很有學識的婦女 可以想像一下一九七幾年的環境 一個沒有學識的婦女 我媽媽有養母 要帶著我和我姐姐兩個去生活 一點都不容易 我親眼看到我媽媽怎樣辛苦 去到賺錢 包括我們當時要去做小販 媽媽也後來去做車衣女工 我自己很深刻的感受 對於一些基層的婦女 她們要去工作 也都要去照顧家庭 我在這方面 我會特別去照顧她們 去看她們的利益 基層兒童的教育問題也是江宇歡關注的焦點 她希望通過自己年少時的求學經理 鼓勵基層學童發奮圖牆 並以自己的方式支持她們完成學業 我小時候是在一些屋邨小學 或者幼稚園 都是在一些屋邨的幼稚園和小學讀書 我中學是一間普通的官中 官立中學讀書 後來我自己考上了香港大學 我覺得對於基層兒童來計 她們最重要的是希望和機會 其實在我四年裏 我都會用我議員的新樽的一部分 大概是20% 我會用來資助基層的兒童 我接下來稍後 其實我已經在做有關的建議書 我亦都會和一些基層學校的校長聯絡 我主要的對象是小五和小六的學生 只要我有一種希望在心裏 研點一個種子 就可以令到她們大個發光發熱 為香港努力 採訪間隙 江宇歡的手機響個不停 大小事物不斷 如今 立法會議員與律師的創蟲身份 讓她的生活更為繁忙 在她看來 這兩份工作相輔相成 雖形勢大有不同 但本質都是為香港的基層市民服務 也讓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實